月球背面对我们人来说是神秘的存在 近日有专家在探索月球背面时 竟发现隐藏在月球角落中的神秘塔尖 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座白色的建筑 专家怀疑是外星人所为 下面小编蛋你看 月球作为我们的精灵 一直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和神秘感 人们对于月球的探索也从没停止过 而今 有人提出 月球上惊现神秘尖塔 这可能是外星人基地 斯戈克华林斯克斯·威尔文认为 这是可以证明月球有神秘人工建筑的证据 华林注视道 这是传说中的月球尖塔 早在1967年 有人在探测者三号Obit 3的照片上 曾发现这样的结构 他进一步分析 根据谷歌标识 这个尖塔结构高为5.86公里3.64英里 但这只是估算数值 可能有高矮差异多达0.8公里半英里 据华林说 尖塔看起来从撞击坑中心突出 但这些都不是撞击坑 而是很多白色有光泽的小东西组成的结构 尖塔的建筑目的可能为容纳一个非常大飞船 以便飞船能安全停泊 而不必在月表降落 有些人根据谷歌地图影像偶尔出现异常显示 认为华林的分析非常幼稚可笑 名为Bestidale的一位网络用户表示 如果把这个图像在谷歌地球的坐标 改变为月球探测器的坐标 可以看到不存在这个尖塔 而只有两个重叠的撞击坑 其中一个大 另一个小 因此尖塔是一种错觉 克里斯雷蒙的Chris Raymond 说 许多尖塔和外星基地 实际上是平面图像 但是可以被想象成一个三维物体 也有人认为华林的判断有启发意义 如UFO探索者阿曼达西姆克 阿曼德·森克 说 这些新发布图像上的尖塔位置 是不是和以前月球勘测器图片上的相同 那么 为什么它在新图片上看起来那么一致 而在旧图片中却是一片模糊 有斑斑点点的样子 新旧照片都让人吃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写道 难道说这座塔是监测地球的地方 这神秘的尖塔到底是不是外星人的基地呢